这不是魔术 这是科学小实验 气球碰到尖锐的东西容易爆破 如果在气球上贴一层胶带 用针扎很多根 气球也不会爆 气球遇到尖锐的物体容易爆破 哪里 真香 如果在上面贴一层胶带 用针扎很多根都不会爆 来 试一下 一把还是爆的 而且还能看得到它爆炸的进度 有点吓人 把两把叉子这样相互交叉 中间插一根牙签 然后与另一根牙签这样肩对肩 点燃蜡烛 叉子竟然悬空转动了起来 把两把叉子这样相互交叉 中间插一根牙签 与另一只牙签肩对肩 点燃蜡烛 点燃蜡烛 尖对尖尖反 这样尖对尖 把铅笔的笔芯消出一个凹槽 放在一节电池的正负极上 把火柴放在上面 火柴就被点燃了 把铅笔的中间消出一个凹槽 放在电池的正负极上 再放上一根火柴 火柴没有什么反应 但是摸下这个铅确实比刚刚热了 有一些发热 就是短路原理 铅短路了 然后这边发热 把它燃烧 但是短路的没那么快 装满水的气球上沾上胶带 把它扎破 水流就像钉住了一样 把装满水的气球 搞错了 再来 装满水的气球 绑上胶带 把它扎破 好 水流就像镜子了一样 一遍一遍 水流像不像镜子呢 泡在塑料瓶上的气球 放进热水里会被吹起来 放进冷水里 却不会吹起 这就是热让冷缩的原理 气球放到很烫的水里面 吼 吹起来了 放到很冷的水里 终不回去了 是缩小了一点点 放到很烫的水里面 嗯 也吹不起来了 前底给烫坏了 等一下 稍后